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作为电影《青蛇结起》 现唱的主题曲《问花》上线了 今天影片的音乐总监郭豪卫特意发小短文 揭秘音乐背后的故事 在这篇文章上 郭老师在周深的身上花费了大量的笔墨 总体来说都是夸 可以看出郭豪卫老师非常认可周深 而从郭老师的评价当中透露了两点消息 让两个问题有了答案 第一点消息是周深特别受专业人士的喜爱 要知道并不是每一个歌手都能得到制作人的称赞 但是周深却能让郭老师发长文表示对他的喜爱 这就是他的独特之处 而之所以有这种情况的出现 是郭老师遇到了知己 要知道现在的市场是制作人迎合歌手的实力 几乎没有太多的歌手 能让制作人随意发挥了 但是周深不同 虽然郭老师在编曲之前还考虑音域和长音的问题 但是在听完周深的意见之后 会发现长音的困难是不存在了 简言之 就是周深能让制作人的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其次 被周深的敬业态度吓到了 在问花录制完成之后 又有了新思路的周深半夜发消息给郭老师 这也是郭老师第一次 因为歌手不愿停止录音而感到害怕 可能嘴上说着害怕 美心还想着下一次咱们继续这样合作 这也解答了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周深能和某些团队多次合作 实际上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心中会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这些答案是从一个旁观者角度出发给出的答案 而这词却是当局者 通过郭好为老师的点评不难发现 周深受团队的欢迎是因为他身上的实力 让团队每一个人的能力有了更好的发挥 对待工作的态度打动了每一个人 第二点消息是制作新歌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通过郭老师的描述 我们了解到每一首歌曲的问世 都要经过长时间的打磨 问花也不例外 不仅在录制之前就要经过长时间的雕琢 就算录制当天也需要再次推敲 在这个期间 周深和郭老师经常通过音频反馈和调整 录制现场也随时进行调整 这也解答了另外一个问题 周深的歌曲为何既保量又保质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周深饿着肚子 就先工作了两个小时 预计两个小时可以完成的工作 在大家的商讨中 直到凌晨才完成 回到酒店之后 还在思考最合适的版本 这就是答案 他是用全部的精力和时间做这样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 在高强度的工作之下 人能保持一颗热爱之心 这就是他的可贵之处 而这两个问题解开之后 会发现周深以后的发展之路非常宽阔 制作人会更加喜欢刁难他 编写更多高难度的歌曲 观众也会更加喜欢他 期待他的惊喜 周深一个让音乐制作人感到害怕的歌手 原因让人肃然起劲 到了7月 周深的发歌速度让人惊讶 从9号到16号短短几天就发布了三首歌曲 三首歌曲全部是Ost 其中跳舞的月光 问话是电影Ost 江湖缘起是游戏Ost 如果是周深本次应该已经习惯 毕竟周深有一个称号周八歌 7月才发布三首歌 只是毛毛雨 但如果是路人 看到这样的发歌速度应该会惊讶 毕竟很多歌手可能一年也就发布三首左右的歌曲 可能有人会说都是Ost 又不是单曲 但是如今能够唱Ost 的歌手真的不多 而能够频繁唱Ost 的歌手更是少之又少 除了周深 也就还有胡夏 玉可为 刘雨宁 张碧晨等 因为Ost 并不如单曲那样 是为歌手服务 而是为影视剧或者游戏服务 歌手必须把每一首Ost唱出它应该有的味道 周深之所以可以演唱大量Ost的 一是因为周深的音色非常适合演唱Ost 周深的音色有着一种美感 而且非常纯净 可以致达人们的心灵 即使不用演唱任何歌词 只是轻轻的吟唱也是那么的好听 二是周深的实力很强 至于有多强 可以借用谭顿对它的评价 节奏稳 音准 能跟乐队一起呼吸 具备所有古典音乐家的质量 谭顿本身就是非常著名的音乐家 乐队指挥 它的评价非常有说服力 三是周深可以驾驭多种音乐风格 这点从七月周深演唱的三首Ost就能看出来 每一首的风格都不一样 跳舞的月光充满青春活力 又有细腻温情 问花期美中带着坚定 可以感受到动人的情感 也能感受到荡起回肠的气势 江湖缘起江湖中的快意分愁 刀光剑影 非常的畅快淋漓 四是周深的热度与流量 不要小看热度与流量 因为这有利于影视剧或者游戏的宣传 因为周深的高热度 高流量 相关的话题很容易上热搜 被更多网友看到 而周深又与很多流量歌手不同 周深是一个天生的歌者 他演唱的歌曲虽然不能做到人人喜欢 但是可以做到大部分人喜欢 因此 热搜起到的是正面的宣传作用 对影视剧或者游戏都有益处 五是周深对歌曲的精益求精 之前只能通过周深每一首OS的都能保持高质量 并且几乎都有感觉周深工作室推断出来 毕竟能与周深一起工作的人员只是少数 作为局外人根本不了解周深是如何工作的 因此 当第一次看到知名音乐制作人 也是问花的作曲人 郭豪卫分享的与周深的合作经历时 非常兴奋与惊喜 在郭豪卫的分享中可以发现与周深合作非常舒服 周深的唱功已经做到 几乎可以完成音乐制作人的所有想法 郭豪卫在录制前还想着多宽的音域合适 长音会不会太长 结果周深听完呆漠后 认为还可以更网上一些 与周深合作 可以让音乐制作人的想法尽情呈现 如果你是音乐制作人 你愿意跟这样的歌手合作吗 应该会非常愿意 除此之外 周深会与郭豪卫一起反复打磨细节 这种打磨不仅仅是在录制之前 录制过程中一样在进行 郭豪卫认为已经打磨好的歌曲录制应该很快 差不多二个小时就能完成 结果没有吃饭的周深上来就唱了二个小时 之后郭豪卫希望和声全由周深完成 并且让周深尽情发挥 文化中周深的吟唱被全部保留 从奸奏开始一直持续到结尾 不仅如此 周深还为吟唱设计了旋律线 小白与小青的主旋律交织问答 这也让录制的工作量增加 又多录制了很多时间 周深在很多路人看来只是一个纯歌手 而且周深也多次表示他只想先做好歌手 因此很多人喜欢拿周深不会原创说事 可是周深并不是不会原创 只不过周深在唱歌的天赋上 比起原创要厉害很多 把努力的方向用在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上 才能有更好的结果 周深不仅会作曲 填词 还会合声编写 甚至是音乐制作人 只不过这些要特别了解周深之后 才能慢慢发现 他一直是深藏不漏 一个可以与音乐制作人一起打磨歌曲细节的歌手 一个可以为吟唱设计旋律线的歌手 已经不再只是歌手 如果你是音乐制作人 发现合作歌手居然可以对你有很大帮助 这样的歌手你愿意跟他合作吗 应该会非常愿意 这还没有结束 录制结束后的周深还非常精神 还继续与郭豪卫交流音乐 当想到一句更好的唱法时 居然希望再次不录 这种精神让郭豪卫感叹 作为制作人第一次因为歌手不愿停止录音而感到害怕 谁能想到周深会成为一个让音乐制作人感到害怕的歌手 而原因居然是因为周深太过于精力求精 这种原因真的让人粗然起劲 周深在唱歌方面的天赋很高 如今的周深在唱歌方面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准 说是音乐家也不为过 但就是这样一个歌手还是对自己严格要求争取把音乐做到最好 周深的这种精神真的值得学习 如果已经发现自己的天赋 希望如周深一样把大量努力用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 在这个领域发光发亮 并如周深一样精力求精 如果没有发现自己的天赋 也可以如周深一样 在学习中在工作中不断打磨自己 不断努力 不难精力求精 让自己变得更好 这样的周深受欧斯欢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兵分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点亮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